回到剛剛講到的兩岸的論述 我們來看看這幾位A咖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兩岸論述 譬如說韓國瑜他就說 兩岸就像你農我農 互相生害對方 希望白頭到老的關係 那大家也覺得說 你說那個兩岸一家親 跟這個好像你農我農 還有點像 沒有那麼弱吧 再來我們看看郭台銘 他就說從神明來看 我們百分之百同意 台灣是中國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小英他是說 從未接受九二共識 堅持主權獨立維持現狀 就是獨立自主的現狀 2020年是重要的分水嶺 再來賴清德說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要再宣布獨立 那宋楚瑜的話 他說我們堅持兩岸一中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追求一個統一的中國 是兩岸所有中國人 共同的責任 宋楚瑜這個 大家也認為說 是不是講一國兩制 有這個所謂的疑雲 當然我們也知道 你常常請義宋楚瑜 你最近 因為你看看 在兩岸的部分 很多事情都在變化 時空不一樣 你現在有沒有不一樣的兩岸論述 常常這個叫什麼 就是表象太多 表象太多 什麼意思就是說 耍嘴皮太多 有時候不管怎麼講 所以人與人之間 你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常常覺得是說 台灣跟大陸方面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負信 常常是 我早就講 那就是耍嘴皮太多 然後 然後 講太多 你知道 然後講到最後 也沒有負信 然後大家都 心裡面有疙瘩 然後 就是今天的局面 好嗎 那你覺得不要刷到嘴皮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要不要講一下 沒有 兩岸一家圈就是一個底線 就是說 我先表達 哈囉 謙事出善意 哈囉哈囉 就這樣 我也不會故意去 激怒你去惹毛你 對不對 就大家 但是你要尊重我的存在 其實 至少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至少到現在為止 大陸方面對柯文哲就是 可忍受 他對我的態度是可忍受 可忍受 對 我發現美國對我的態度也是一樣 每天都在可接受 一個可忍受 一個可接受就對了 阿彌陀 你怎麼覺得 你為什麼覺得美國是對你 是覺得可接受 一朵這次去我就知道 講完一圈回來 美國態度就是 他給我的評語就是OK 那就是兩個分數 就是考65分 所以是65分 OK啦 及格 他是OK嘛 就是他們給我的評語 中央大陸隊友就是 就是可忍受 其實是這樣啦 其實在中美之間 可以做到這樣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可是你看看你65分 人家郭台銘是直接去見川普 對啦 你要不要再繼續往上 不用 我跟你講喔 活在世界上 常常是 想的應該是國家最大利益 台灣社會最大利益 不是個人最大利益 阿彌陀佛 所以你覺得他是在尋求他個人最大利益 不是啦 我不是這樣講 我是說有時候 不要玩過頭 玩過頭 那你覺得現在國家最大利益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看我平常什麼話都亂講 我只有講到兩岸的時候 不是糟糕我念 就是很小心 很謹慎很謹慎 意思就是說 看一下 所以兵者國之大事死身之地 不可不察也 你們如果孫子兵法 兵者國之大事死身之地不可不察也 所以你平常可以想講什麼講什麼 這個部分要謹慎 我們講話都很習慣 每個人都亂講話 所以講到這個時候 不是糟糕我念 就是我很小心 那你現在有沒有新論述 不是 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樣 雙方有善意很重要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發現不管是美方或中方 對柯文哲 其實我對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對柯文哲也不錯 好 不過大家現在都在看中美貿易大戰 這個部分你怎麼看 這個是這樣 因為美國當老大當舅 不太習慣別人跟他平起平坐 就這樣 那我們台灣應該要怎麼做 才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這個就是 其實這樣 標準答案就是說 我們意思說 我們把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全部淚出來 我們不需要全部偏一邊 這個可以跟美國合作 下一個可以跟大陸合作 都可以分開 不需要說全部壓一邊 所以坦白講 我覺得小英全部親美抗中 這個態度也不太對 所以你覺得跟美中 大家都是一個可接受的範圍 親美有中就是 我們價值的理念還是比較接近美國 西方普世價值 但是不是說因為你 你跟站在美國這邊 就要對中國惡言相向 或是捅他一刀 也不需要 所以就是我倒覺得這樣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美日跟中 對你都給你打一個OK 你說的就是你 就是中美日對你都打一個OK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也不要往哪邊倒 就是等邊三角形 你這邊得80分那邊一定搞不及格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你的政治光譜 因為大部分人都認為說你在最中間 白的 在藍的這邊 郭台銘 韓國瑜 綠的那邊 蔡英文 然後比較綠的是賴清德 所以大家才會說你這一次去阿扁那邊的話 是不是也想要拉這個 除了淺藍淺綠之外 還有這個深綠的票 阿扁那件事情還是這樣 對我來講我就是做我該做的事 我不認為跟阿扁在一起 所以你不認為是要去拿那個勝率的票 沒有不用啦 其實常常是這樣 活在世界上 永遠在想說我要加分扣 想那麼痛苦幹什麼 他就是個 他當過台北市長 他當過兩任總統 我們把他口述律師保存出來 對不對 我們當過他的醫生 也不要 我是當過他的醫生 你也不要說醫生跟病人惡言相向 不需要 所以老實講後來發現 我比較不會去罵人 我發現 我有時候忍不住會嘲笑人家 這是我的缺點我知道 我常常忍不住很喜歡嘲笑別人 我平常比較不會對人惡言相向 也許跟當醫生的那種 像職業還是有關係 因為對我們來講他就是病人 所以我每次那個 我每次在講一個笑話 我記得2014年 我們那個市長 選舉有那個辯論會 我還記得連帳人問我一個題目 他說你怎麼看阿扁 我當時回答說我看你跟看阿扁一樣 你們都是我的病人 就很好笑 解釋啊 是意識同仁啊 你想想看我在台大當醫生喔 病人送到急診處來 難道我有先問他說 你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不可能 所以後來 因為我發現 我後來發現 很多國民黨的議員 都會也還不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發現說 柯文哲當台北市長 對他們來講 好像比郝龍斌還方便 因為他拜託 所以對他來講 他覺得柯文哲還不錯 所以你在告訴我們說 你中美日這邊關係也不錯 OK 然後藍綠的關係也是不錯 對不對 都維持得很不錯 然後你也很少批評人 可是王世堅整天在罵你耶 是他罵我他沒辦法 就是說 總人口裡面有千分之四是精神分裂 你也沒辦法 精神分裂你是說他嗎 不是 我意思是說 在社會裡面就是那種極端分子 就比較極端 常態分布 他這樣 你也沒辦法 不過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都安慰自己 因為這個2000年前 有人問過孔子這個問題 那你這樣是不是有點惡言相像 有人問孔子 他說每個人都說你是好人 你是不是好人 孔子說不是 那是相怨 要好人說你是好人 壞人說你是壞人 你才是好人 好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自己要笑 好啦 那你看你現在 講人家壞話 對 我剛剛就說你不是說 不惡言相像 結果現在好像在講人家壞話 自己又笑 我就很喜歡嘲笑別人 這是我的缺點 我知道 好啦 就是嘲笑一下別人 好 所以你看 你的這個政治光譜 大家認為是在中間 那也認為說可以吸納蠻多的 好 這個算是 雖然說你沒有組織 所以現在大家會想說 你有沒有可能自己組一個黨 你剛剛也講到你組織的部分比較弱 沒有啦 我也在想 組黨的目的是什麼 我還沒想出來 如果要選總統 就一定要組黨 是不是要跟你奧元 你組黨的目的是什麼 我不曉得 沒有 其實是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 在2018就已經很明顯了 你看2018我的民調 在六個月內震盪兩次 意思就是說 藍綠歸對 他就掉下去 藍綠沒有歸對 他就拉上來 所以我們的民調 你看 藍的拉4% 綠的拉4% 就掉8% 就跟我在台2018的那個選舉 真的就是這樣 好 那你假裝你現在是名嘴 如果說柯文哲是另外一個人 你現在幫我們解盤 2020如果這幾個人要出來選的話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態勢 我跟你講一般數學 兩級就兩級的模型比較好預測 三級就已經很難預測 這已經到五級你知道 這個已經太難預測了 太難預測 太難預測了 那你認為啦 就譬如說韓國瑜跟郭台銘 兩個人誰比較最後可能會出來選 現在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覺得跟時間有關係 怎麼講 時間拉久的這些都資源比較多 時間拉久的資源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還有資源的問題 所以像這種事情對我來講就是 說難聽要幹我屁事 就算了 你們去鬧吧 隨便你們做我們該做的事 你如果心裡面的聲音 那個56%又在那邊不斷的回蕩的話 你可能就會加入這當中嗎 所以我的修養也不錯 每天吃得飽睡得著 然後繼續做的事 真的是我可以做到這樣 我覺得我當過17年 台大外科教育病房主任 對我一生影響很大 因為每天看人抬進來抬出去 所以這種世俗的名利 我都真的看得蠻淡的 比較看得開 好 但是我們看到 你有很多粉絲 那現在大家都講說 有一些所謂的假韓粉 他們說是柯粉去變成假韓粉 這跟我們合理 沒有 沒有 其實我們這個都有數據 因為柯文哲跟韓國瑜 在Facebook的overlap只有10% 粉絲群 所以我們的支持群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是不重疊的 很低的 10% 其實這裡面跟我次數 重疊最高的是小櫻 最高的是小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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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lap 我說粉絲群的overlap 以前啦 但是後來小櫻 民調調了以後 這個就有點打開 不然以前在2016 那時候第一次做 overlap到70% overlap到70%的話 就表示你這個選民 他可能會猶豫說 到底要選你 不過現在應該已經打開了 現在因為在時間久了 產品區隔開始打開 這個都有數據啦 這個其實大數據分析一下 把那個粉絲 其實如果有辦法去分析Facebook 兩邊的一check就知道了 那你看看小櫻現在 他也是一直在走網路這邊的網路聲量嘛 所以你看他也是拉高很多啊 那對你來說的影響有很大嗎 那我說I don't care 你也不care就對了啦 完全不care嗎 不是啦 就是這樣 我還是那樣啦 可以就可以不行就算了 我沒有說一定要怎樣啊 這就是我們心情比較輕鬆的機會 那宋楚瑜的部分呢 因為你也常跟他請義嘛 然後現在大家就說 他一國兩制啊 這些又鬧得沸沸揚揚的 老宋 這個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 應該這樣講啦 後來 後來 這也是我個人 我在想喔 老宋這一次 其實他回來後我去找他 那第一天我去找他 我說 我說你怎麼會講一國兩制 他跟我說我跟你保證 我在大陸 絕對沒有講出這四個字 那怎麼會被傳這樣 那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嘛 那最淒慘的就是 他講的 他沒有講 然後人家說他有講 他也不能出來否認 你知道 好慘喔 他為什麼不能出來否認 我跟你講喔 這就是他們 這個每個人個性不一樣嘛 他就覺得說 哇到大陸去 但是我覺得老實講 後來我覺得 小英總統處理他方式也不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講說 那請這個宋主席出來講清楚 這樣就好 你一開始就講說 如果他支持一國兩制 那他就要把什麼 就要離開我們 你說這樣講的 他只要乖乖把 那個聘書都交回去 常常是這樣啦 我說我們活在世界上 要多一個朋友 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要自殺個敵人很容易 可是小英他畢竟是 這個台灣這邊 你看我們的總統 他總要夠霸氣啊 總要夠辣啊 不錯 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來處理 我不會這樣講 那你怎麼處理 我會跟 我會說 這個宋主席 到底在大陸是講的什麼 請他自己出來澄清 那這樣就好了 他出來澄清以後 給他一個台階下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一次 蔡賴之爭呢 那蔡賴之爭 我覺得小英這一次處理宋主席的方式 你覺得 他從此就沒有這個朋友 太急 好 那蔡英文跟賴清德 現在蔡賴之爭 你怎麼看 吳傑啊 吳傑 吳傑 吳傑什麼意思 吳傑啊 你讀誰贏 不是啊 這也沒有什麼贏不贏 應該 政界講話就兩敗俱傷 兩敗俱傷 這就是 很慘 很慘 為什麼會兩敗俱傷 你到底要怎麼解決 我不曉得 而且有人講說 如果小英贏了 有沒有可能 最後變成柯賴佩 你覺得這可能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你現在不是也跟 他有 他自己的主張 人家也不會說佩什麼 不會 你覺得他不會 因為他 他很有個性 硬的 OK啦 那個夏天還可以穿西裝 這很佩服 我實在受不了 你最佩服他的是 他可以夏天穿西裝 夏天可以穿西裝 這樣震驚為座 我都 我跟他吃過一次飯 你知道 我實在很佩服 市長 你現在已經超越台北了 你要不要參選2020的總統 還沒有到很Staycle之前 你都不會 有另外要換跑道的想法嗎 對 但是 又沒辦法嗎 希望 加油就不要管到我 你是在跟誰加油 你看 他很有個性 他很有個性 他很硬的 OK啦 那個夏天還可以穿西裝 這很佩服 我實在受不了 你最佩服他的是 他可以夏天穿西裝 他可以穿西裝 這樣震驚為座 我都 我跟他吃過一次飯 你知道 我實在很佩服 我跟他吃了三個小時半 他從頭到尾90度 然後板凳三分之一 我實在是受不了 很傳統式身的感覺 他就是那種 那有可能 可是你們兩個都是醫生 你們兩個搭的話 也比較好溝通 他內科我是外科 有差那麼多嗎 反正都醫生 差很多 差很多 我覺得 沒有辦法吃一頓飯 你知道 我覺得沒有辦法在夏天 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熱得要死 怎麼這種自虐狂 對不對 我絕對不會幹這種事 所以你覺得 他是不是個性是比較 很拘謹 拘謹 比較固執嗎 你有沒有看過他沒有穿西裝 很少啦 有看他襯衫 他上次還換了黑色襯衫 這邊兩顆扣子還打開耶 那是特殊造型吧 那時候整個在網路上 大家就覺得他有新的造型 他永遠都是穿西裝打領帶 正經為做 我才撞不了 所以你覺得 如果跟他共事的話 我會啼笑 我這個 我這個 穿布鞋 我會啼笑 我才撞不了 所以柯賴配是不可能的 不會啦 人家也不要跟我們配 你說人家也不要 你不要這樣講嘛 對啦 他的個性很激進 很激進 你覺得他也不要跟你配 那如果你要出來 你要跟誰配 有想過嗎 不用啦 不用啦 再講啦 再講 六月就要到 你說六月要給大家一個答案啊 我跟你講深呼吸 放輕鬆 這個就是我真的 人家說我們這種 家戶病患或急診的 真的這種特殊本領 我每次講到知田信長 人家就是 你們就是做不到 我們做得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太習慣這種生活了 那有人講說 如果你要找人跟你配的話 有人已經在幫你建議說 可以找一個女生 女性 你覺得那你怎麼看 再講嘛 再講啦 有在盤算嗎 何必呢 我意思是說 常常是這樣 活在世界上 不要一廂情願 常常想怎樣怎樣 人家也不一定要配合你了 可是你的民調很高啊 表示大家還是對你有所期待的 我跟你講喔 這個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 真的 我覺得我已經可以做到這樣 我們就是 每天做自己該做的事 有也好 沒有也不會怎麼樣 真的 我講人家都不相信 我們就已經到達 到達那一種境界了 到達吳玉澤剛的境界了嗎 那個我們就是沒有什麼 我還是很認真做事 但是他 這為而不由 你知道喔 這個 很認真做一件事情 但不一定要站為居有 這個我們就已經可以做到 這個境界 這個境界已經到了 好所以喔 柯市長市政很努力 那有很多的這個市民朋友喔 他們還是在市政的部分 也有話要問您喔 我們再來看看 市長我問你 柯皮我想問你就是 對於學生的租屋的保障 有哪一些東西 巨蛋是不是還會再繼續蓋下去 大巨蛋到底要不要拆 要如何改善醫療環境 還要問柯市長就是 我們貓空題的案子 就是我們 要增加我們這裡的觀光人潮 那需要有地方 能夠讓大客車 遊覽車停車的位置 我們希望有關單位 能夠盡快解決 好 大家對於市長的問題 也是零零總總的嘛 你現在施政到現在四年多了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件事情 未來大家市民們提到 這是你做的 也會覺得印象特別適合 這也是我一直在處理 我一直很不喜歡說亮點政治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蓋兩萬戶公宅 我們還是整個市場 好幾個市場都在改建 大的市場 這種東西難道需要拿出來講嗎 還有我們整個 西區門戶計畫都完成了 現在開始做東區門戶計畫 所以這樣 做你該做的事 所以何必 何必把你的功勞 一定要掛在嘴上 去讓人家知道 但是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你覺得如果重來一次 你會做得更好的 我後來我想過 老實講 像大巨蛋 你知道 從來一遍 我也不想怎麼處理 因為有一天 如果你去看他不按圖施工 你怎麼辦 假設沒看到 讓他繼續蓋也不可能 你不行 所以你給他說 你不按圖施工 一停工 一停工就完蛋了 停工就卡在那裡 對啊 所以老實講 後來常常是這樣 我每天都在講說 我們絕不再留子孫 我每次都要告誡我們的公務員 不要把我們現在的問題 移給以後的人 對 所以這個大巨蛋問題也要解決嗎 你看停工到這個520 就已經是停工四年了 接下來到底怎麼辦 現在也還好 現在其實他還是有在進行 對 還在建 他還是要進來解決 你那個 你都審還是要來 比方說你不能在都審前一天 才資料送進來 那鐵定不會過 可是這樣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就覺得說 當時他們很挺你 是因為覺得說 哇 你好像跟大財團對抗啊 那現在太有變了 但是我們也要務實的處理問題 第一個 你大巨蛋真的 你拆也是廢墟的 你把它解約也是廢墟 所以 所以有時候就這樣 就是 就已經撞成這個樣子 送到急診處 我們就 我還記得 我們以前當醫生 就一邊罵一邊紅 哪嚼哪屁 哪屁 哪屁 一邊罵一邊紅 就是這樣 可是 當時有很多年輕人就覺得 你夠霸氣啊 好有魄力喔 那先生會不會讓他覺得轉換 但是至少看到 大巨蛋看見一件事情 柯文哲這人個性還是蠻堅持的 他沒有妥協過 從頭到尾沒有妥協過 所以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不用再去講 趙成雄的壞話 這也是他個性要檢討 你說個性要檢討 他就是喔 老是想要用那一招 問題是我就是不收錢 你說他要用那一招是要給錢 然後你不收錢 他幾個案子被那個 如果說一個 如果他以前沒有做過 我們講他是誹謗 他幾個案子 林口合一住宅 新竹眷改案 還有海山案 他一個身上掛了幾個案子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歷史共業 我倒覺得這樣 也許那個時代做生意就是要這樣 但是我們慢慢把這個一樣一樣改掉 還有就是在老人的部分 因為你之前那個 就把人家這個老人津貼 還有這個重陽節的 這個還是要處理 我倒覺得這樣 對我來講老人第一步還是 我覺得最近在思考 65歲的健保費還是要優先處理 先優先處理 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老人是這樣 他老人福利錢又這麼多 這麼多錢你要怎麼用 你是要去處理社會福利 還是拿去花現金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這個老人的重陽競老金 這個我有相當堅定的想法 就是說 國家錢又這麼多 這些錢你要怎麼用 題目是這樣 然後你認為齊頭式的花1500 沒有任何政策的 政策的這種引導性 是比較好的還是你要做其他 這個還是 我還是有很堅定的想法 你還是很堅定 我跟你講 重陽競老金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到現在為止 這麼多四年了嘛 沒有一個社會學 政治學 公共行政學的教授 趕出來說應該要發齊頭式重陽競老金 就在學術上大家都知道它是不對的 可是在政治上他買票實在是有效 所以你是絕對不可能再重新發放嗎 因為現在不是有市議員說來個i-voting 這個我意思是說但是i-voting 我說好 我跟你辯論 我們願意上去跟你辯論 對 你看我剛才講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學術界人士 趕出來說應該發齊頭式重陽競老金 因為在學術上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它是不對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就是說在台灣這個社會 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不對的 可是大家都在做 而且大家都很多人會覺得說你這樣子老人票都跑光光 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國家的悲哀 所以意思是說民主政治你知道 有時候還是在講 國家之力量在國民全體 民主政治不是萬靈丹 民主政治不見得可以選出最好的人才出來 因為有時候它國民的水準 這個是這樣 所以你看看我的支持度很明顯 大學以上支持度很高 到那個就比較低 低學率就低很多 好那你講到這個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東區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這個東區現在都好像很沒落 東區羅姐在跟你喊話對不對 那你說要弄空污稅 沒有其實這樣 空污稅那個是不會急著處理 因為我們還是 我們是單一寫自住要先解決 我們今年稅還要再降一次 如果你房子只有一棟 而且自己住的 我們要降到0.6% 從1.2降到0.6 這是既定政策 台北市還是有進步 有的地方進步很多 有的地方掉下去 所以每個地方 還是有它的生老病史 就是說 你不要幻想 每一個商圈都是藏鴻到底 它還是會掉下去 不過我們現在有開始去做一些 開始在處理的 開始有泥計畫 開始在東區振興計畫 在做 所以還是那句話 就是說 就是人會有生老病史 所以商圈也有生老病史 你看西門町十年前的話多爛 對啊 那時候大家都沒想到現在西門町這麼繁榮 沒有想到西門町的房租這麼貴 沒有想到大稻埕 大稻埕也拉起來 大稻埕 所以有時候笑話 以前那個 什麼軸線翻轉 什麼舊塵復興 在馬好時代是口號 結果是在柯文哲手上實現 但是我們實現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東西就掉下去了 因為這邊就旺起來了 就把人吃掉一大堆了 那你覺得現在台北市政來講 你覺得最棘手的 現在最難辦的是什麼事 我覺得沒有什麼難辦的事 都是可以做 就一直做下去 你已經超越了啦 沒有 就是每一件都很困難 但是就是咬緊牙罐一直做掉 所以你看 我們再來是南門市場要開工了 樊南市場開工 低果菜市場開工 所以年底 年底有兩個大市場要開工 低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還有那個南門市場都開工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沒有什麼叫困難不困難 你就是咬緊牙罐 到最後每一樣都會克服過去 咬緊牙罐 那我們最後每一樣都可以克服過去 所以接下來 是不是要有一個新的挑戰 你2020要不要參選啊 我們中正橋也是開工的 你怎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啊 我跟你講我們明年春節 還在表演一次閃電站 拆那個重慶南路那個高架橋 一模一樣在閃電站一次 市長你現在已經超越台北了 你要不要參選2020的總統啊 剛剛我們談了這麼久之後 你的心念有沒有一些起伏啊 有沒有一些改變啊 還是猶豫不決 猶豫不決 有沒有上升 剛剛是56%嘛 還是一樣 有沒有上升一點啊 沒有啊 你台北市真的已經做得 覺得很OK沒有挑戰啊 沒有沒有啊 但是只要柯文哲不在這些都會出問題 我跟你講 真的嗎 可是你也不可能當萬年市長啊 你要超越自己 但是還沒 我跟你講喔 還沒到很Stable 還沒有到很Stable 那如果還沒有到很Stable之前 你都不會有另外要換跑道的想法嗎 很不願意 不願意 很不願意 很不願意 但是又沒辦法嗎 加油加油 加油 我希望這些人可以加油 就不要還到我了 你是在跟誰加油啦 我剛剛看到你在跟蔡英文跟賴清德那邊揮手嗎 還是怎麼樣 你在跟誰加油啦 沒有啦 如果他們可以做得很好 也不必用我們 真的啦 你說如果他們做得很好的話 你也就不必參選 那你現在是覺得他們做得 會不會 這是這樣啦 給他們幾個月時間去解決嘛 所以六月的時候你會確定嗎 我看不會 你也不會確定 那你要到什麼時候才確定啊 他們人選都出來之後嗎 再講嘛 再講喔 再講喔 那總是要給自己一個時間 一個目標嘛 這就是我們的好處 這個 等天亮等下雨 所以天還沒亮是嗎 現在還在等 等天亮等下雨 這才是 跟你講你也不相信 我們已經到達這種境界了 所以不要講 境界真的超高的耶 你的境界很高耶 對啊 我們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不會緊張 已經不會緊張了啦 然後就是 隨心所欲嗎 還是說 就是順其自然 到時候要選的話 我就 宣布了 再講嘛 再講嘛 可是你要選的話 你背後還要很多事情要搞定啊 也不用啊 比如我們剛剛講地方組織 什麼什麼一大堆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這樣嘛 就是 應得應不應得遵守 就揮一揮 揮就可以 不行就算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 就可以投入看看嘛 唉 再講啦 再講啦 加油加油 大家加油就對了 叫他們加油 我不用加油 好 叫他們加油啦 我不用加油 你不用加油 你要不要加油到時候再告訴我們啦 隨時歡迎您來我們這個節目宣布啦 好 不過現在喔 這個星期天就母親節啦 有沒有什麼 到時候是不是母親節 是不是要不要帶佩琪啊 或是說帶媽媽去吃個大餐 我看都不會 為什麼啦 不會 至少在母親節你要表現一下吧 對啊 打電話跟我媽媽 講一下話就好了 跟媽媽打個電話講一下這樣 這樣就好了 跟佩琪咧 佩琪喔 我那個 我的薪水都交給她了 所以她喜歡買什麼 就自己去買 已經表達了母親節的心意了 那不然跟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說個母親節快樂好不好 對啊 祝全天下的媽媽快樂 媽媽